他胳膊下垂着 搭拉着脑袋被老师半拖半拂的带进办公室 那个撞倒他的同学被找来后 他说原谅他了 1月7号广西青州黄青说起女儿死亡 激动的哽咽起来 三个月前 9岁的女儿黄亚彤在楼道被同学撞倒 之后上完体育课回家吃饭 下午返回学校上课期间倒地不起 松阴后因闭合性弄了损伤和脑膳死亡 黄青哭着签字 将女儿的眼角膜心脏肾脏等七个器官捐献 希望救人的同时 用另一种方式延续女儿的生命 捐献器官专家说眼角膜心脏肾和肝 一共有七个器官可以用来救别人 取器官的那一天 医生说器官都匹配成功了 当天就有一场移植手术 我不想被别人当成赞扬的英雄 我只想让女儿的心脏可以继续跳动 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黄青说 他签字的时候哭得手抖 从来没有想象过捐器官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头上 也不知道女儿会不会同意 孩子生前活泼可爱的样子一直出现在他眼前 办完这些事 孩子暂时被送到了殡仪馆 黄青表示 他觉得学校是有过失的 孩子刷倒之后没有及时发现伤情 孩子头骨上肿这么大一个包都没有人发现 直到四个小时之后才通知家长 错过救治 他赶到学校的时候看在孩子挡在地上 脑袋无力的扭着 学校此前没有采取有效措施 黄青介绍 事后学校提出了25万的抚恤金 他认为数额太低 对不起女儿 没有接受 清北区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孩子摔倒后没有表现出异常 期间也回了家 中间是不是有别的原因导致了别的伤情 事件处理小组还在调查 目前各部门正在积极与家属协商处理 对此 北京大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立伟表示 如果医院没有误诊或者是治疗失当 女童的死亡责任主要就是学校和肇事男童方面 男童撞倒女童导致受伤并最终死亡 男童应该负有主要赔偿责任 学校没有及时检查发现伤情 没有及时通知家长延误救治时间 负有次要责任 但男童的责任并不是其监护人直接负责 男童作为未成年人在校正常上课期间 其监护责任就是转移到了学校的 学校有责任管理和规范未成年人学生的行为 男童撞倒同学的责任 大部分或全部部分也应由学校来承担 吴立伟表示 至于女童中午放学回家过 是不是别人原因导致了伤情 应该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需要校方拿出证据 未必能经历 未经许可不如